10年52菜就没了 这哪是宵夜啊 你下次五点钟来了 浙江宁波在冷饮店里吃宵夜 今天三个人 560 十一道菜 也不知道哪个朋友跟我说 浙江人睡得早 没什么夜生活 哟 你到前面就点菜 我可以喝个套吗 可以 你们这开了多久了 是 爆炒牛肉没有了 酒糟虾 店卖口里抱一个 小龙虾给来一个小龙虾 你吃小龙虾吗 10年52菜就没了 这哪是宵夜啊 你下次五点钟来了 长得像广东大排汤 但是它叫冷饮店 这个就是罐头 菠萝 橘子 混在一起 鸦片鱼头50块钱 蹄焦碎 肉非常软烂 它的这个头啊 这一部分油脂特别多 吃起来那种油香特别浓郁 怕油腻的人要小心 泡椒牛蛙50块 宁果我吃过好几家做泡椒牛蛙的 他家泡椒 野山椒 味是足的 够辣 冷饮杯 10块钱一杯 凤化冷饮店就是从这个东西开始 加点冰沙进去 这个就更好了 醉蟹饺三十块 甜 咸 酒香 这个蟹饺看着吃的麻烦吧 但实际上很好做肉 虾45块 煮熟再捞汁 味道都是一样的 捞汁黄丁螺60块一份 螺肉不错新鲜的 但是这个东西要100块钱一丁的话 你不如去买大螺吧 捞汁丁螺20块 宵夜就下酒吃个滋味嘛 从价格上考虑 我觉得丁螺就可以了 蛋黄蝉子35块 蝉子肉 Q弹还带汁水 不过确实你也吃不到什么蝉子的鲜味 都是蛋黄的味道 但是吃法很新鲜 趁热让你感受一下 椒盐鸭头20块 五香的卤料再够油炸 再加上椒盐粉 好香啊这个 这边人吃这个 都喜欢蘸醋啊 招牌菜确实还是不错 十三香小龙虾150 味道挺好的 就是这个虾不是很好 过季了 我们仨人点了6个人的份 这个宵夜能吃饱了